农村老人一次性补交14万块钱 退休后每个月可以领1500块钱 到底值不值得补交呢 昨天我大拔就跟我说 他自己一次性补交了14万块钱的话 每个月退休后养老金就可以拿1500块钱 问我要不要补交 要我说的话为什么不交呢 我认为大家有机会就交吧 我有一个叔叔阿姨 每人交了13万多 两口子交了26万 现在退休后每个月至少有2100块钱的退休金 两夫妻的话就是4000多块钱 这不是挺好的吗 比存在银行抢多了 后面如果没什么大病 不用带孩子 就完全是够自己晚年的生活了 对吧 何况是养老金 他每年还会上涨100多块钱 我大舅也是几年前补交的 现在早已经回本了 我妈还说还是有退休金好 到月头打钱 想吃点啥呢 自己就由底去买 最起码呢是不用向孩子伸手 我觉得我妈说这个话 并没有 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啊 你找儿子要吧 儿媳妇不高兴 找女儿要吧 女婿不高兴 万一呢孩子的生活不好过 那你还可以补贴孩子一点 所以呢 我觉得在农村的老人 如果有钱 那就尽快去补交 千万别听别人的啊 包括自己最亲近的人说什么 有钱就行了 不用交社保 手里有14万的人 不一定有保证 但是每个月固定给你打1500块钱 每年都有这个养老钱 每个月都有这个养老钱 这个呀 我觉得还是有保证的 至少不会和儿女要 生活也活得有点尊严 这种做法 我还是非常支持的 我也觉得这是老年人 比较聪明的一种养老的做法 不过退休了就好 再也不用去按点上班了 不用去看领导的脸色了 不怕工资少 保持好心态 活得越久呢 就领的越多 所以呢 还是要好好地锻炼身体 也就是赚到钱了啊 而且呢 现在人民币年年都在贬值 放在银行里 还真不如交社保 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就有了 不用愁了 有退休金就好 大家觉得对不对呢 每年的退休金呢 也会上调 只要自己身体好 能享受 钱少 就省点用呗 多少人想补缴都补缴不上了 没赶上延迟退休 大家已经算很不错了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对不对呢 我觉得像我大伯 还是补缴的话比较好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 你敢相信吗 眼前的这家店铺呢 开业仅仅十几天的时间 就关门倒闭了 真是原因呢 让老板都感到绝望 大家好 我是佳哥 我们现在在汉口的一个老城区 汉政街附近 今天呢 我们要带大家看一个店铺 一个你绝对都想不到的事 就是咱们面前这一家 我们可以看到 这家店铺之前呢 是一家卖熟食的 它是一栋住宅楼下面的底商 大家可不要小看 这个位置破破烂烂的 这里可是大名鼎鼎的汉政街 地理位置可以说是特别的优越 接下来呢 我们带大家看一下周围的环境啊 刚好这边是长堤街 和这边的广获巷的一个交汇处 也算是金角银边的一个好铺子 虽然说今天武汉的天气比较炎热啊 已经突破了40度 但是街边上来往的行人 街坊还是不少的 这边就是广获巷 整个周围呢 还是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店铺的 做各种小生意的 从这个路口过去呢 就可以直接通到汉人街的步行街 品牌大楼和云上那里 小商品琵琶市场 也是全国非常有名的 它门口呢 这条街呢 就是长堤街 说起这条街啊 老武汉可是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它是汉口非常著名的 一条百年老街 全长4公里啊 有着汉口之根的美誉 一道夜幕降临呢 总是让人流连往返 相信熟悉这里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这里呢是属于武汉内环的老城区 虽然说房子破旧 看起来像城中村啊 但这位子可以称得上 武汉地道的市中心 也是市区人口最运集的区域 没有之一啊 所以说像这里的铺面呢 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抢手 像这样开业十多天 就宣告倒闭的现象 真的是非常的罕见 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了解啊 这个店铺是去年十月份 从房东那里接手租过来的 装修好之后呢 本来计划是在十二月的中旬开业 可让这个店主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店铺所在的整栋楼呀 外墙在当月就开始进行改造翻新 一楼店铺的门口啊 全部都进行了打围 没有办法 只能延缓开业 谁知道呀 这一围就是半年多 过去了 直到今年的七月 门口的围栏才被拆除 随后啊 店铺才正式的开始营业 但是万万没想到是 开业之后呢 营业额也是不尽人意啊 加上呢 租下这个店铺之后 半年没有开业做生意 店主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大 后面呢 就跟房东商量 希望能够减免一定的租金 可是这个请求呢 房东直接连 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再加上开业这十多天的时间里 生意啊比预期相差了很多 一天是不如一天 最终啊 这个老板只能无奈的决定 闭店转让 这个店铺的租金呢 一个月大概是六千块钱左右 再加上店铺 加盟费 装修以及设备 短短的半年时间 就损失了十多万 好不容易开了一家店 开业十多天就宣告倒闭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不知道大家对此是怎么看的 欢迎在视频的评论区里面 留言讨论 楼上晾被子 把我家的阳光全部挡住了 还把水弄得到处都是 我就不信 我治不了你 我家的阳台呢 是用玻璃封起来的 因为楼上邻居用的是室外伸缩的亮衣杆 每次晾衣服也都把我阳台 外的玻璃弄得到处都是水 留下水印很难够清洗干净 特别是晾被子 把阳光全部遮住 我家就直接变黑天了 这天呢 我正在阳台上晒太阳 果然楼上又开始晾被子了 光一下子呢 全部都被挡住了 我气不过 就上去找他理论 到了楼上呢 敲开门 是一位大姐 我说大姐呀 晾被子可以用 那种折叠的亮衣加晾的 你用的室外伸缩亮衣杆 把我家的阳光全部都挡住了 还有晾衣服能不能甩干了再晾 弄得我家玻璃上全部都是水 还没等我说完 大姐就不耐烦的说 我晾被子怎么了 这个你也要管吗 我在别的地方用的也是伸缩的 别人都不说什么 你咋那么多事呢 衣服甩干了 亮的话都会皱皱巴巴的 我说要不我花钱给你买一个折叠的 这样你就可以晾在里面了 听我说完 大姐生气的说 我就这样的人 谁让你住楼下呢 受不了 你自己可以去买别墅去 阳台是我家的 我想干嘛就干嘛 说完 砰的一声就把门关上了 我去 第一次遇见这么不讲理了 还这么理得去乱 我越想越气 于是我就找到物业来说明情况 物业表示对于这种人也没有办法 我只能又去了楼上 敲开他的门 还没等我说话 大姐直接给我一顿马 然后直接把门关上了 真的是气死我了 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 我直接呢去市场 也买了一个伸缩的量衣架 架在阳台上 然后把塑料盒放在量衣架上 把没吃完的臭豆腐酸菜 放入盒子中 那酸臭味好几米都闻得见 弄好了之后呢 我就赶紧把窗户关死 下午太阳下去了 楼上也把被子收回去了 这时候呢 我的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这倒是楼上了 所以我就不理他 又过了一会儿 物业给我打电话 说在我家门口 我刚刚打开门 大姐就直接对我破口打骂 让我陪他被子 说我报复他 在阳台上晾臭豆腐 我反复他 我在我家阳台上晾什么 关你什么事 有哪条规定说 我不能在阳台上晾臭豆腐 你管的也太宽了吗 我为什么在阳台上晾臭豆腐 难道你心里没点数吗 你要是还在这里叽叽歪歪 我会还会把咸鱼 酸豆角全部放上去晾 你自己看着办吗 大姐呢 这时候才低下了头 说以后 尽量在屋里晾东西 我说别尽量 你爱怎么晾就怎么晾 我陪你 最后呢 他当着物业的面 保证不要不再 把东西晾在外面 这件事才算解决 所以说 生活中遇见这种自私的人 我们就不能惯着他 不知道大家平时生活中 都会遇到哪些奇葩的邻居行为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 我们中国呢 有句俗语 叫做铁树会开花 哑巴会说话 就是说明这两件事 是非常难以完成的 但是呢 在武汉就出现了 这一罕见的奇观 武汉一公园的铁树 真的开花了 而且开了三十多朵 大家好 我是佳哥 我们现在在王家登公园这边 这边是十号门 我们还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位置了 最近我们刷新闻 刷到武汉的一个 比较罕见的现象 这个王家登公园里面 种的铁树竟然开花了 王家登公园 这个公园里面的铁树 到底是在哪位置 那边有工作人员 我们问一下 刚才我们问了一下 里面的工作人员 然后宝贾大鱼 说的是在二号门 那这个公园还可以 这边是小孩的游乐手势 那边还有一个场地 可以打球的 里面也是鸟语花香 这好像进到旅游景区那种 登山那种位置 这绿化 坐的 我们在这个公园里面 基本上转了一圈 终于找到这个二号门了 导航上面是有标识图的 高德上面直接标到二号门在哪里 大家不用从别的位置进 别的位置进要绕一大圈 然后右手边 就是这棵十分罕见的 铁树开花 在灌过桶里面 先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很多人我相信绝对是没有看过 这种罕见的现象的 大概也是第一次变 像不像一辈一辈的波罗 黄颜色的 金黄色的 咱们之前对铁树这种植物 咱也是只闻其名 但是从来没有见个食物 三十多多 真的是一个奇观 其实在整个王亚东公园里面 大概是种了四十多组的一个铁树 但是你像其他的铁树 这边也有一个 带大家看一下 开个两到三多都了不起了 听到工作人员 介绍 就是他们从事整个园林园艺工作 也是第一次见到 就是一下都能开这么多花的 开了一小朵 大概是整个园林里面 四十多株铁树 只有一辈来开花了 这边这个也开了 开了两个 但这一刻都没有开 所以说 能让铁树开花 非常厉害 非常牛的事情 铁树真的是能开成 这种程度 三十多多 整个群花扑鹰的一个现象 真的是反言一意 都说铁树开花 是一个非常好的预兆 像这棵铁树 开了三十多楼花开了这么多花 那证明是好上加好 也期待我们的武汉能够像 这一朵 花传锦树的铁树一样 越来越好 越来越向上 相信很多在大城市买房的朋友 应该都会被如今的高房价 压得船不过气了 现在90后的人也开始慢慢不如30岁的年纪了 但是真正能够靠自己买房的能有几个呢 我相信10%都不到吧 八成以上的人需要靠家里的资助 现在大城市的房价 特别是像一二线城市 大部分的房子都要两三百万以上 而首付一交 家里几乎就没有什么钱了 现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都是负债累累 甚至连生病都很恐惧 那可能有人会说了 既然买房这么困难 那可以不用买呀 但是如今的社会 年轻人不买房 怎么结婚呢 更不要说生小孩了 一直以来房地产都是处于上涨的趋势 从人口来看 过去20年 我们的人口增长是非常快速的 就算建造再多的房子 在市面上也是供不应求的 但是从去年开始 有些地方的房价出现了小幅的跌势 这个不仅有政策的调控 而且还和城镇率越来越高有关系 大部分的农村人口开始慢慢的向城镇转移 这就出现了房价下跌的现象 对于买不起房子的人来说 房价下跌未必是一件好事 但是对于已经买房的人来说 就像是一场噩梦 本来打算等房子升值之后大赚一笔 现在房价下跌 不但没有赚钱 而且每个月还要还高额的房贷 所以我们在买房的时候 心里一定要衡量一下 如果只是供自己居住的 就不用太在意涨跌了 但是大部分人还是比较在意的 就算是刚需 也不希望自己的房价下跌 所以以后房子能不能够升值 才是大家真正想知道的 经过这几年的调控 市面上房子的房价 也开始慢慢的发生了转变 不再是一味的上涨了 这对于炒房的人来说 打击是很大的 关于房价下跌的言论 网络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实际上房价下跌之后 市面上住房的控制率会非常高 这才是影响城市的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这个趋势还在上升 从一二线城市到三四线城市 都出现了这种线 现在比房价下跌 更让人担心的事情来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尽早的了解 并做好打算 我们买房的时候 很多都是七房和二手房 那大部分的七房都是预售的 但是预售的房子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会出现烂尾的激励 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烂尾楼的消息 但是没有人知道 哪些房子会出现烂尾 遇到一些小的开发商 就有可能会出现烂尾楼的情况 一旦出现这种现象 就会让很多人有苦说不出 这都是老百姓辛苦的邪汉钱 同时还会对买房者的生活 造成很大的影响 好多人因此结不了婚 好多的小孩因此上不了学 所以在买房的时候 我们不仅要看地堆 还要选择名气身为大一点的开发商 这样来说相对靠谱些 想要彻底的杜绝烂尾楼 那就要买现房不买预售的房子 还有就是很多城市的房子空置率 是非常高的 除了房子下跌以外 这可能是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城市的经济 从今年来看 这样的现象还在不断的提升 很多鞋子楼和住宅的租金 也在不断的下滑 主要的原因就是空置率太高了 本来就已经过剩了 但是开发商还在不断的建房子 据相关的数据显示 大中城市的空置率有11.9% 小城市的空置率为13.9% 小城市出现这样的空置率 可以理解 因为年轻人都要到大城市里面去打拼吗 但是大城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高的空置率呢 这背后可能就是一些炒房客造成的 总之呢 房子本身是用来住的 而不是用来炒的 关于房价问题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 武汉最惨的钉子户 补偿6000万还嫌少 结果真的是让人出乎意料 在武汉市呢 黄金位置 有这样的一家钉子户 600平米的房子 当初拆建方呢 愿意出6000万让他们搬走 但是这户人家呢 坚决不搬 他们认为6000万给的太少了 这户人家呢 还给开发商算了一笔账 这套房子如果卖给开发商的话 开发商把房子推倒了重建 建一个20层的鞋子楼 每层呢有三套房 每套房卖个500万 60套房 最少能卖3个亿 所以他们说呀 补偿6000万太少了 坚决不搬走 最后开发商呢 就把这个平房围了起来 周围的高楼都建好了就走了 后来呢 这个房主就遇到了断水单店 这户人家还一直在里边住 再过几年呢 这个楼房啊 很有可能就变成微房了 不知道到时候他们会不会肠子都悔清了 如今呢 跟他们一起的邻居都已经搬走 住上了新房子和高楼 只有房主一家 孤零零的再次守着 听说还怕楼下进行了出租 可以收一点微薄的租金 还有住户的房租 不知道能不能维持日常的开支 当了十来年的钉子户 据说生活条件过得非常不如人意 如今呢用不上电饭堡 用不上高压锅 用不上洗衣机 用不上热水器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呢 现在估计求着开发商拆迁 别人都不会理他了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 城市发展中的钉子户的 像这样的钉子户 钉在这里 到底是开发商赢了 还是房主赢了呢 如果是你 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是会拿着拆迁款 直接走人还是钉在这里 然后收个房租 做个小生意呢 大家如果是这个房主 当初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